在社群Threads放上 和準總統的合影 小美琴寫下 好久沒吃到QA冰 放上貓咪表情圖 勝選後如釋重負 宴請幕僚 兩人放很開 賴清德在參會上 還分享和蔡總統的小故事 社群搶先發文 用Threads個人帳號寫下 報告小英總統 跟你比起來 我已經贏在起跑點 因為我的副總統比你的好 小美琴也在底下留言 那你是選貓還是選狗 蔡總統則轉發寫下 我全都要附上貓狗表情圖 向人互動引來網友留言 陳建仁副總統會哭暈 在廁所真的好好笑 面對鏡頭微笑揮手 心情很不錯 賴清德自嘲文 不到兩小時 信近三萬人按讚 被認為意在搶年輕族群 但520後的重任 也包含結交世界盟友 面對中國頻頻放話 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也聲援台灣 警告中國務卿舉妄動 美國挺臺力道加大 有幫伯劉總統會數人十七號下午也送暖 和賴清德視訊強調 臺博今年歡慶建交二十五週年 雙邊關係強健持續成長 也將出席520就職典禮 台灣將攜手世界民主國家 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三段視頻我黃宗博 歐文宣宣 台報道